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听见建筑之美的节目 今天在说建筑这个部分呢 要来给您介绍的这栋建筑物啊 它有宏伟的建筑 而且呢 还有珍贵丰富的这个馆藏 它就是国立故宫博物院 那么国立故宫博物院呢 坐落于台北市士林区的这个外双溪 它也是这个台湾规模最大的一个博物馆 当然呢 同时也是古代中国艺术史 还有这个汉学研究的重镇 它里面呢 有这个将近七十万件的这个文物 其实是世界上最富盛名的一个 古代中国艺术品的珍藏 一年呢 可以接待超过五百万名的这个参访者 所以呢 我们今天当然要好好来介绍一下 国立故宫博物院了 至于它的这个建筑风格啦 还有它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今天我们就为您邀请到 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冯明珠 冯院长来跟我们聊聊故宫 欢迎冯院长 主持人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冯院长呢 就非常的有气质哦 就跟故宫的形象非常的符合这样子 想先来请教您哦 就是这个 故宫他的这个建筑师 是这一位黄宝渝 对不对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位黄宝渝吗 黄宝渝先生是早年 民国三十八年 我们政府来到台湾的当时候 非常有名的一位建筑师 是 他的儿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建筑师 是 那黄先生的建筑 当然他帮我们设计的时候 就想到故宫博物院 也就想到故宫博物院 在一九二五年 也就民国十四年的时候 我们是成立在紫禁城的 是 没错 北京那边 所以他就把这个中国的 古代宫廷建筑的意象 一直带到了 我们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里面 是 是 是 所以正如刚刚主持人你所说的 它是一个传统的 中国古代的建筑 没错 其实要加一句 是传统的中国宫廷古代建筑 宫廷式的 所以其实看到这个故宫的时候 会觉得说 哇 很雄伟的感觉 对不对 是 刚才想到 它是跟当年的清宫的 清代的宫廷紫禁城 它有一定的联系 所以他就把那样的设计 带到这个台湾来这边 然后坐落在这个 台北的外双溪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去到这个故宫 其实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 应该都有去过了 可是并不是那么的了解说 故宫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像刚才有讲到这个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那这位建筑师 他本身的这个建筑风格 也都是这样的感觉 对不对 国父纪念馆也是他设计的 对 然后我知道他的故居 原来他的故居 也现在成为在台北市 一个蛮有名的一个餐厅 当然那个故居 本身并不是 就是一栋大楼里面 但它里面设计的 其实蛮古色古香 而且有点台湾的闽南市建筑的风味 可见这个建筑师 他的设计就建筑设计而言 他其实蛮多元的 他完全能够扣合着业主的需求 举例来说 他帮国立故宫博物院设计 这个博物馆的时候 他就会回顾我们的历史 然后把我们的历史 跟他现在的当代建筑 做一个连接 当他设计国父纪念馆的时候 他也会想到 国父纪念馆 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长相 然后跟中国的文化 艺术能够结合 对 历史跟这个建筑连接了 是的 其实他是当时代 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 虽然他过去多年了 他仍然在建筑史上面 非常有名 对 留下一笔 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刚好我们讲到 这个像是比如说 这一位黄宝渝黄先生呢 他有其他的建筑 不过呢 我们现在聊完了建筑师 要来聊聊故宫本身的建筑了 每次我去那个故宫参观的时候 一走进去发现说 哇 真的有一种被振折住的感觉 因为上面一进去看到 就是天下围攻这四个大字 那是我们的一个牌坊 对 那个其实就是 大家都知道 国立故宫补物院在1925年成立 那个时候 它是宫廷的遗存 就是朴仪 末代皇帝朴仪 离开了紫禁城以后 我们这么多的清宫的宝藏 清宫的遗留文物 要做什么呢 所以当时候就决定 依照国父革命的理念 天下围攻 所以把它就地成立博物馆 所有的文物 全民共享 所以它是在这种一个概念底下 然后把清宫的遗存 或者这个文化财 把它转化成为一个 所有民众都能够进去观赏 能够贴近乡亲 贴近人民的一个博物馆 所以这个天下围攻的概念 从成立博物馆之初 一直延续到今天 所以当这个皇建筑师 帮我们设计建筑物的之后 它是先有建筑物 然后第二期的第二年 才把这个外围的这些 包括华表 包括那个天下围攻的牌坊 我们才一一地建筑出来 表达这个博物馆里面的 所有的文物 是全民共享 不仅仅是全民 它也是全世界的文化遗产 是天下围攻 这四个字的意义就在这边 其实天下围攻 正足以表达 所有博物馆 它都是开放给民众 它是有一种跟民众非常亲近 是所以我们刚才 除了讲到这个建筑的部分 所有的这个文物 都是属于这个全天下人的 那讲到建筑 它是很讲究的 但是呢 讲到它的地理位置 故宫的地理位置 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对不对 当时候选到这块地方呢 它本来是一个山谷 外双溪 一边是阳明山 对 一边是外双溪 是 所以它是一个峡谷 所以它背有靠山 就是阳明山 对 那故宫博物院 我们38年首先先到了 来到台湾之后 先到了北沟 在北沟有十多年 储存在那边 那主要也是找了一个山谷 依山而盖 那最重要是一个战争的记忆 因为故宫文物在1933年 民国22年 是因为抗日战争 日军快要打到了北京了 当时叫北平了 所以我们就进入山海关 进入关内了 所以我们文物开始撤退 在这个整个抗日八年期间 其实不仅仅八年 一直十多年的期间 我们不断地找防空洞的概念 所以我们都是到达了 有山洞 然后进入防空洞 所以当我们的文物 坐落在北沟的时候 我们首先就盖了山洞库房 然后让文物很安全地 就放在这里 进入这个山洞库房里面 其实如果大家注意新闻 前不久921地震 那个整个北沟 我们原来故宫 曾经坐落过地方 已经全部坍塌了 虽然坍塌了 最近开挖 山洞库房好好的 所以现在台中市政府 我们也会配合台中市政府 把那个地方变成一个 历史文化的一个古迹 然后他们看到 他们要配合台中市政府 看看怎么处理 同样的 我们在台北找到了外双溪 然后当时候选丁的这个地方 有三个因素 第一背后有靠山 对 我们在阳明山 就在故宫伯苑的正背后 对对对 我们有两个山洞 那是我们山洞库房 接着我后来才知道 这个是安山盐盘所在地 安山盐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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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它是一个稳如泰山的一个磐石所在 所以故宫盖在这个盐盘上面 所以不会受到地震影响 所以这五十年来 我们在台北复苑已经五十年了 虽然台湾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地震 但是台北故宫 稳如泰山 这稳如泰山 对 再大的地震 我们文物连一味都没有 好真的 说明了这是一个风水宝地 就是它是在安山盐盘上面 所以在这个安全性 是非常指数非常高 然后它前面又有流水 我们旁边是洪洞溪 前面是外双溪 在当年来说是有山有水 有田有地 非常漂亮的一个河谷的一个谷地 现在当然听众朋友如果有去到 就会觉得很多现代建筑物 已经围绕着我们 但是那个在两个蒋总统时代 那边是觐见的 后来蒋经国总统去世之后 那边的土地开发才开发的 哦 了解了 所以刚才冯院长讲的 就是故宫的这个地理位置 真的是一个风水宝地 我觉得 就是这样子的博物院 盖在这个地方 然后让它的文物可以这样子 流传了这样千年万年 对不对的时间 所以故宫这个地方 真的去到那边的时候 会觉得说 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那讲到这个故宫 它地理位置之后呢 我们要来仔细看看 这是故宫它本身的这个建筑了 就是说它本身是四层楼的呀 故宫的建筑 现在大家听众朋友 如果去到看到了故宫建筑 它是经过五期扩建 对 就是不断的这样子扩建 对 我们从在1965年盖好落成了 它是一个四层楼的建筑 而且是黄墙绿瓦 黄墙绿瓦 它黄色的墙 你现在可以看得到 然后绿色的瓦 蓝绿色的瓦 它是一个有点是古代宫廷的建筑 然后里面 但是进去 它其实是很现代的 对 它是恒温恒丝 所有的设备都是很当代的 作为一个博物馆 是 是另外一个 所以它的外表 跟里面它的设备是有所不同 然后它这个外表 再加上我们一个中轴线 是 假设来说你下车了 在山下上下车 你首先十极而上 看到我们天下围公的匾房 对 然后再走一条中轴线进去 是 所以我们最近台北故宫 也会有一个扩建计划 所有的居民 以及一些好山好水的爱护者 它最大的一个希望 就是故宫不愿不能够改变它 已经存在了50年的 主体建筑的这个风格 是 所以这个是可见 这个虽然已经是历史建筑 50年应该算历史建筑物 对对对真的 这50年的建筑物 已经升值人心 然后成为了大家 对于台北市民 想到故宫 就会想到那个意象 是 所以那个意象 就不希望我们会有所改变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就中间 然后这种 就是很富力堂皇的感觉 就是不要去变它 但是可以去新增 就是扩建不一样的地方 它不断要扩建 因为博物馆的业务不断的扩建 就等于我刚刚说到 这是五次扩建成为今天的规模 这么大 对 我们开馆的第二年 扩建就开始 因为人就多了 对对对 那现在到了去年 刚刚主持人也说到 我们去年参观人数 已经到了超过540万 对 那个比起2008年 我们只有220万左右 已经倍数成长 所以如果在这个人 参观人数不断扩增的情况之下 我们必须会再有第六次的扩建 让我们的博物馆 能够与时俱进 能够容纳更多的观众 这是全世界博物馆 都在做的事情 只要是伟大的博物馆 有观众的博物馆 基本上通通都这样做 真的 大都会 大英博物馆 法国的罗浮宫 全部 包括俄国的东宫 他们都在扩建 更不必说 北京故宫和北京的 大陆的一些博物馆 是是是 所以就是为了迎合 更多更多的观光客 让大家都可以来看到 这个故宫的文物 那刚才要讲到 这个故宫它的这个外形 其实就是这个 比较传统 比较古典 就是中国式的一个建筑 然后刚才讲到 主体建筑 有这个四层楼的部分 它这四层楼分别是 什么样的一个参观的环境 目前我们的 所谓的B1 是一个接待大厅 这个因为它 它也是车道 会经过 所以在那边 我们摆下了 我们的公共服务空间 语音导览中心 还有一个演讲厅 另外有个卖店 文物的商品店 上到二楼 就是我们正式的 接待大厅了 接待大厅 大家买了票进去 然后从二楼 三楼 这些二楼三楼 是我们的主要的陈列室 四楼 本来是我们经营的 一个三西堂的茶馆 但是目前这个 三西堂的茶馆 已经歇业了 我们准备 要把这个三西堂 成为一个公共的服务空间 办一些小型的 学术研讨会 或者接待一些学生 或者做一些 记者招待会需要的 变成一个公共服务空间 另类的 就是原本它是一个 比如说大家可以吃东西 喝喝东西的地方 然后现在它又改建了 所以这每一层楼都会有 每一层楼不一样的故事 那么像刚才讲到的 其实它有这么多的主题 我觉得好像 听众朋友应该是 可以分天来 而不是一天把它灌完 对不对 可以慢慢玩味 对不对 是的 因为博物馆 如果听众朋友 所有在欧美地区 博物馆已经跟城市生活结合 对 很多城市 尤其在欧洲 很多小城镇里面的居民 他们常常跟朋友们 约的喝一杯咖啡 不一定到咖啡厅 他们常会到博物馆的咖啡厅 还有假日休闲的时候 他们会去博物馆看个展览 尤其带小孩子去看个展览 或者参加一些活动 晚上也顺便就在这个博物馆 用饭 用餐 用晚餐 了解 这是它 因为现在的博物馆的功能 它已经跟 除了教育 除了教育推广 服务的保存维护 然后展览等等 它也结合了人们的娱乐 让人们的生活 更有这个文化的品味 然后 欲教欲乐 也同时候也把艺文欣赏 作为点缀自己生活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休闲 了解了 所以这样子分天慢慢来玩 比如说 这个周末假期就去一下 或者是说 哪一天就你下班的时候 也去看一下 其实就是跟你的 这个生活连结在一起了耶 那我们配合这些 因为我们的展览 不断更新 像我们今年 在台北院区 我们就有18个展览 每一个月 都不止一个 一两个的新的展览 所以你每一次 观众朋友去到的话 他都会有新的感受 或者有新的展览推出 像举例来说 10月8号 我们会推出 我们故宫90周年庆的 两大展览 一个就是 郎士林 神笔丹青 郎士林 来华300年的特展 这是一个国际大展 因为我们除了 本院的作品 精锐进出之外 我们像北京故宫博物院 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 以及意大利的一个修道院 借来了 我们 这个很难得耶 对 我们也有一个 另外一个大展 叫做天饱九如 这个展览就是 故宫博物院 从创建到现在 已经90周年了 今年刚好是我们90周年 但这个90周年 90年以来 故宫博物院 除了原来的 清宫移存之外 我们不断的有 我们的文物 不断的有扩充 对 有人捐赠 有通过了构厂 也通过了大家 政府的移波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 天饱九如 90年来新增文物特展 是是是 其实这两个 是一个很大的特展 然后也希望听众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了 利用这个秋高气爽的十月 来故宫 做一趟故宫之游 是是是 冯院长讲的非常的详细 从这个建筑 讲到它内部的 这些文物等等的 那么在下一个阶段呢 我相信大家 一定想要来规划一下说 到底这个来故宫 要看哪些东西 所以在化旅行的部分呢 也要来提供给你 一些旅游的资讯咯 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儿回来